我们来找运动拍档参加运动会了 我是冰胖球 你们是来找我参加比赛的吗 对啊 冰胖球 比赛快开始了 咱们快走吧 小雪 你等等 冰胖球的运动拍档是冰胖球拍 你又不是 那谁是我的运动拍档啊 是我 是我 我是冰胖球拍冰公主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事 咱们快去参加比赛吧 我们一定能得冠军的 谁能告诉我 我的运动拍档是什么 哇 你的速度好快啊 那是我可是速度超级快的网球 你们谁是我的运动拍档 是我 是我 刚才小伙伴们说我好像是网球拍 我是你运动拍档 不对 不对 小五 你又怎么了 小伙伴们说错了 网球拍比羽毛球拍更大更长 你是羽毛球拍 我才是网球拍 臭小五 小伙伴们怎么会错 你就是故意跟我抢运动拍档 不是的 小雪你误会我了 奥斯卡他也不是我的运动拍档 啊 为什么 小五 你不是说你是网球拍吧 因为你不是网球 你是棒球啊 小五 你是不是傻 拍档哥哥怎么会出错呢 你就少装大明白了 王莫 你是棒球棍 你还记得你的运动拍档 是什么颜色吗 是白色的 没错 我的运动拍档网球是黄绿色的 而且棒球比网球大 所以你不是我的网球拍档 奥斯卡哥哥 小五好像说的都是真的 对啊 对不起 王莫妹妹 是我弄错了 我原来是棒球 是你的运动拍档啊 没事的 那奥斯卡哥哥 咱们快去参加比赛吧 哎呀 又不是我的运动拍档 人家比赛都开始了 我的运动拍档不会忘了吧 别着急 小雪 我们的运动拍档一定很快就会来找我们的 我是羽毛球 谁是我的运动拍档 哎呀 小强 你也太慢了 你不会是爬着过来的吧 小雪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太过分了 我不要和你组队了 别走啊 我错了还不成吗 那你就唱首歌吧 如果能得到一百分 我就原谅你和你一起参加比赛 好吧 那我唱 不错 我看到好多一百分了 那咱们快去参加比赛吧 对了 小五 你的网球比赛场地 就挨着我们的羽毛球比赛场地 你的运动拍档有事只能在比赛场地等你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好吧 那我和你们一起去比赛场地 哎呀 就剩咱们两个了 我好饿啊 我先去吃点东西 咦 怎么这里只有一个球杆啊 我的高尔夫球拍档在哪呢 哇 竟然是高尔夫球 如果我能和他组队不就能参加最高等级的奥运会了 唐三 我是你的运动拍档啊 比比东 我是高尔夫球 我的拍档应该是高尔夫球杆 你看着不太像啊 哪里不像了 我的球杆上面加个小板不就一模一样了 那好吧 咱们快去比赛吧 唐三 我的运动拍档你终于来了 咦 比比东你要和我的运动拍档去哪 哎呀 蓉蓉你吃饭速度也太快了 我这不是要和我的运动拍档参加比赛吗 嗯 你的运动拍档 你撒谎 你是台球杆 唐三明明是我的运动拍档 我才没撒谎 我就是高尔夫球杆 唐三 别听他胡说 这 这到底谁才是我的运动拍档啊 你们在做什么啊 五六七 你来得正好 比比东明明是你台球的运动拍档 现在非要和我抢着当唐三高尔夫球的运动拍档 什么 比比东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台球不能参加奥运会 所以嫌弃我 不想和我组队 我 我 哼 以后我再也不要和你组队了 我现在就去找别的小伙伴组队 不要啊 对不起五六七 我不该撒谎的 你原谅我吧 哼 那我说一个谜语 如果你能猜出这是什么运动 我就原谅你 好 你说 彩色圆球 桌上呆 脚杆一说就离开 是什么运动 这 这是什么运动啊 这也太难了 哼 这你都不知道 那我们就再也不要当运动拍档了 进有作业学校还是没作业学校 我去没作业学校 进有作业学校还是没作业学校 做作业使我快乐 我去有作业学校 该我了 傻瓜才会选有作业学校呢 好的 受到你的选择 你搞错了 一百本口算习题 一百本语文练习 一百本英语作业 好了 这些就是今天的作业 明天早上带来学校交给老师 什么 居然有这么多作业 这怎么做得完呀 哇塞 居然有这么多作业 我真是太幸福了 老师 我现在就回去写作业 哼 什么垃圾作业 我踢 哇塞 作业本居然是空白的 太好了 我不用写作业了 东东 你在干什么 怎么还不写作业 姐姐 老师今天发的作业 全都是空白的 不用写 瞎说 我全都看了 只有一本是空白的 其他全部都有作业 赶紧给我写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下我惨了 比比东 你怎么了 黑眼圈怎么这么重 我 我做完作业就这样了 比比东 要不你还是选没有作业学校吧 哎呀 别说了 我昨天是选的没作业学校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传送到有作业学校了 别说话 今天大家来盲选学校 什么 怎么变成盲选了 好了 赶紧选吧 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选左边 太好了 我选到了没作业学校 伙伴们再见 我先走了 小五 你来选吧 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最喜欢写作业了 我就选右边 哎呀 怎么是没作业学校啊 我想写作业啊 完了完了 这下我该怎么选啊 伙伴们我到底应该选左边 还是选右边啊 算了不管了 我就选左边吧 耶 太好了 我终于选到没作业学校了 没作业学校我来了 比比东 你要去哪里 老师 怎么还是你啊 你不会又要给我布置作业吧 比比东别害怕 今天没有作业 不过我们今天考试 九点考语文 十点考数学 十一点考英语 不及格就请家长 什么 太过分了 我跑 站住 赶紧给我回来考试 我不要考试 我不要考试 原来是做梦啊 吓死我了 比比东 现在在考试 你怎么睡着了 今天给我写五百次检讨 教给我 老师 对不起 我错了 哎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好妈妈我扔 我也不要你 我扔 我也不要好妈妈 我扔 小精灵 我们都不要好妈妈 我们要坏妈妈 五六七 你们怎么都不要好妈妈啊 好妈妈管得太严了 我喜欢完 我就要和坏妈妈一起 是啊是啊 看来 还是我这样的妈妈受欢迎 孩子们 快和妈妈回家吧 好妈妈 如果没有孩子选你 你就要被剥夺妈妈称号了 难道真的没有孩子喜欢我吗 小精灵你等等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小五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其他小伙伴都选完妈妈回去了 对不起小精灵 我脚受伤了 跑不快 傻孩子 脚受伤了 怎么不好好包扎一下 我给你看看 谢谢好妈妈 小五 你如果也和别的小伙伴一样选择坏妈妈 我可以帮你把他叫回来 不了 小精灵 我喜欢好妈妈 我要和好妈妈一起生活 太好了 终于有孩子喜欢我了 那好吧 希望你们能照顾好彼此 妈妈 陪我去公园玩吧 妈妈 我想去逛街 妈妈 妈妈 快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哎呀 这么多要求我哪过得过来 这样 给你们一人一部手机 自己去玩 都别来烦我 可是妈妈 我作业不会做 明天没法交作业啊 真笨 你不会告诉老师作业丢了吗 老师给我打电话 我会告诉他们已经做作业了 真的 妈妈你太好了 妈妈 我们也不想写作业了 好好 你们都不用写 快去玩手机吧 妈妈去打会儿麻将 一会儿回来给你们带吃的 妈妈 你真好 哎呀 有点饿了 外面天都黑了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我也好饿 孩子们等着急了吧 妈妈打麻将忘了时间 不过妈妈给你们买了汉堡可乐辣条 还有好多零食 以后你们饿了就自己找零食吃 哇 都是我喜欢吃的零食 坏妈妈果然才是最好的妈妈 是啊 还好我们没想好妈妈当妈妈 小五 快来吃饭吧 妈妈 天太热了 我吃不下 我想吃雪糕 不行 小五 空腹吃雪糕 肚子会痛的 那 那好吧 小五 这是银耳莲子粥 妈妈特意放凉了 现在天太热了 喝点粥能解暑开胃 妈妈这个粥好好吃啊 小五 妈妈是不是太严格了 不是的 妈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妈妈吃完饭你能辅导我学习吗 我有些题不太会做 好啊 一会儿妈妈陪你学习 等作业做完了 咱们去公园散散心吧 真的 妈妈你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让我出去玩呢 同学们 把昨天的作业都交一些 小雪 五六七 小强 你们三个的作业呢 老师 我的作业丢了 你们三个的作业都丢了 对啊 不信你可以问我妈妈 比比东妈妈 小雪他们三个都说作业丢了 是啊 老师 我昨天陪他们写完作业出去玩 结果作业都丢了 不过你放心 作业我都看过了 他们确实做作业了 那 那好吧 对了 明天考试 记得晚上让他们好好复习功课 好好 我知道了 老师 现在上课 妈妈妈妈 明天考试 快帮我们复习功课吧 妈妈着急出去打麻将 你们自己去玩手机吧 可是明天考试 我们考零分怎么办啊 放心 明天妈妈帮你们请假 你们不就不用考试了吗 妈妈 你太好了 咦 小五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考试了 老师 小雪他们生病了 今天没法去学校考试了 他们三个都生病了 对呀 我还要照顾他们 再见 这个比比东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 我得去她家看看 五六七 你快点来支援啊 来了来了 小雪五六七小强 你们不是生病了吗 老师 好啊 你们竟然联合起来撒谎骗老师 你们妈妈呢 妈妈去打麻将了 小精灵 怎么了 老师 你给小伙伴们找的妈妈 怎么每天就知道打麻将 不但不照顾孩子 还帮助孩子撒谎骗老师 什么 对不起老师 我这就剥夺比比东妈妈的妈妈称号 还有你们三个 一人一天十张试卷 暑假不许放假 不要啊 老师 我们错了 是啊 都是坏妈妈害的 早知道就选好妈妈了 千人选 快把鞋子还给我们 魂魂魔法 哼 这里有八只鞋子 只要你们互相找到对方的鞋子 我就还给你们 这么多鞋子怎么找呀 小五 我来帮你找吧 这里有两只可爱的高跟鞋 到底哪一个才是小五的呢 呃 大家都说选粉色的鞋子 那我就选这个粉色的鞋子吧 真的是我的鞋子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选到了 哼 接下来就没这么容易了 竟然小瞧我们 小奥特曼 我来帮你选 小奥特曼的鞋子是白色的平底鞋 我找到了 这个是你的鞋子 小五 谢谢你 我穿 啊 我怎么没有颜色了 因为那是我用魔法编的鞋子 根本不是小奥特曼的 怎么会这样 小奥特曼对不起 没关系 我们接着找吧 可是只剩下一只黑色的鞋子了 可是他一看就不是 什么 难道小奥特曼的鞋子不在这里 其实黑色的鞋子就是小奥特曼的鞋子 只是被我用黑魔法编了的样子 你们竟然看不出来 小奥特曼肯定猜不到的 对了 大家可不要告诉他 小五都找到鞋子了 我怎么还是找不到 难道我真的变不回去了吗 我不要这样 小奥特曼你别哭啊 肯定有办法找到你的鞋子 把你变回去的 可是另一个是黑色的 根本不是我的鞋子 坚韧雪 是不是你把小奥特曼的鞋子藏起来了 快拿出来 你别冤枉我 我才没藏小奥特曼的鞋子呢 不是坚韧雪 那小奥特曼的鞋子到底在哪 我知道了 大家都告诉我了 刚才的鞋子被千韧雪施了黑魔法 这次肯定也是这样 小奥特曼你穿上这个鞋试试 好 我穿 我竟然真的恢复了 小红俊你真厉害 嘿嘿 多亏了大家告诉我 我不服 你们肯定找不到小红俊的鞋子 千韧雪 你别得意 小奥特曼和小五肯定能帮我找到的 这两只鞋子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区别到底哪只才是小红俊的 对了 我的鞋子被试过黑魔法 肯定能感应出哪只是魔法鞋子 我来试试 啊 怎么没反应 我根本没试魔法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 千韧雪 我的鞋子好几天没刷了 一点也不好玩 你还是还给我吧 哼 我才不管呢 这样都好玩呀 你怎么能这样 真是太过分了 你们看 是苍蝇 苍蝇最喜欢臭臭的东西了 我知道哪个是小红俊的鞋子 小红俊 你穿这只 没错 这就是我的鞋子 我穿好了 我们快走吧 等一下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 哼 这是我们的秘密 还不告诉你呢 其实是因为我的鞋子太臭了 苍蝇最喜欢了 所以我们才找到的小朋友们 大家可不能学我啊 一定要爱干净啊 我们下期再见 一笔东的家庭作业 找出最讨厌的蛋 阿七的家庭作业 把这瓶汽水吃掉 老师 你说错了吧 汽水是用来喝的 不是吃的 没错 你要吃掉汽水不是喝掉 好吧 小五的家庭作业 是一秒钟把冰变成水 好了 家庭作业布置完了 你们快回家去吧 明天记得带作业来简陈 哎呀 这是什么家庭作业呀 我去哪里找最讨厌的蛋 我最讨厌的是兔子 兔子又不会下蛋 比比东 你是不是用皮咬了 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的作业更难 汽水要怎么吃啊 行了 你们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完成作业吧 不然又要被请家长了 哼 你就会冻嘴皮子 我倒要看看你明天怎么一秒钟 把冰变成水 现在开始检查作业 老师 你先检查比比东和小五的作业吧 凭什么 阿七你不会是没完成吗 还不是呢 我早就想到怎么做了 不对啊 阿七 你的汽水怎么没拿来 老师 你等等吧 我姐姐很快就会给我送过来 阿七 我看你就是没完成作业 你姐姐来也没用 闭嘴 终于赶到了 阿七 我把汽水给你带来了 好的 谢谢姐姐 你们看好了 阿七 汽水真的可以吃啊 这么简单的事情当然难不倒我了 昨天小五提到了冰 我就想到了把汽水放进冰箱里 它就变成汽水位的冰棍了 阿七的作业完成得很好 给你一颗小红心 哈哈 太好了 比比东小五 接下来该你们了 老师 让小五先来吧 比比东 你刚刚还敢笑话我 我看你也没找到最讨厌的蛋 才不是呢 我找到了 不过我永远不好意思 还是让小五先来吧 比比东 你拿着零分试卷干什么 难道已经准备好这次作业得零分了 哼 关你什么事 比比东 你倒是快把作业拿出来呀 好了 比比东 你作业到底完成了吗 当然完成了呀 给你 比比东 老师要的是 作业不是你的零分试卷 不错 比比东也认真完成了作业 奖励你一颗小红心 老师 你搞错了吧 阿七 你认真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零分试卷吗 这是大鸭蛋 不错 这就是同学们最讨厌的蛋 嗯 这样也行呀 当然了 阿七你也经常考大鸭蛋 难道你不讨厌它吗 好吧 我承认很讨厌大鸭蛋 小五 只剩下你了 对呀 小五 你快把病一秒钟变成水呀 不行 这个作业要到教室的黑板上才能展示 小五 你不会是再找借口吧 这里和教室有什么区别 就是 小五 我看你是没有完成作业吧 当然不是了 老师我们去教室吧 在那里我就能展示作业了 那好吧 我们一起去教室 老师你看 小五 你写一个冰字让我们看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你把病变成水 你们看好 我要变了 我擦 怎么样 现在就变成水了吧 不是吧 这样也可以吗 小五真聪明 也给你一颗小红心 不行 老师不能给小五小红心 为什么呀 小五这个不算 只有把真正的冰块变成水才算 可是 老师的作业没要求要真正的冰块啊 比比东 你干什么 快帮我们 你们不都说我是暗黑精灵 不和我做朋友吗 现在你们四个 我只能放一个走 只要说谁承认不是他们的朋友 要和我做朋友我就放了谁 不 我们要走运行走 你们 气死我了 好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只要你们能通过这个默契游戏 笼子就会自动拔开 否则 就证明你们根本就是假的好朋友 那你快说是什么游戏 当然是对对碰消除游戏 笼子有三层 只要你们说出同类型的物品 就可以消除一层牢笼 好 这个太简单了 我先说 我出苹果 我出橘子 我出香蕉 这不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吗 我出草莓 太好了 笼子消掉一层了 你们别得意 这次必须小五先说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小五懂得多 不知道的别人不一定能吃的 我出孙悟空 那我出猪八戒 这不就是机游戏吗 我出白骨精 咦 什么时候 有白骨精这个英雄了 难道是新出的人物 我最喜欢硬打紧 我出打紧 消除失败了 怎么会失败呢 你们说的不是王者荣耀里的英雄了 五六七 你能不能少玩点游戏 我们说的是西游记里的角色 是啊 小五又不玩游戏 他怎么会说游戏里的人物 五六七也太笨了 这下好不容易消下去的笼子 又变回来了 好了 大家别说了 五六七也不是故意的 我们是好朋友 有时要一起承担 是我出题时没考虑好 不 小五 是我的错 对不起 下次我一定会答对的 五六七 刚才是我太着急了 对不起 我也是 我们是好朋友 一定会同心协力逃出牢笼的 假星星的真讨厌 我得给你们增加难度 看到了吧 这些火焰会不断升高 如果三轮游戏之后你们还没逃出去 火焰就会烧到你们 笔笔东 你太坏了 我们一定不能再出错了 这次我先说 大家都喜欢动画片 我出我们一起看过的动画片 这样都能答出来 我出乐敌 我出小爱 我知道了 这是我们一起看的超级飞侠 我最喜欢包警长了 我出包警长 糟了 看超级飞侠的时候 我只顾着吃零食了 这可怎么办 还有什么角色啊 完了完了 谁能帮帮我啊 冰公主 你不会是不知道吧 错了可就没机会逃出去了 我看到了 谢谢小伙伴们 笔笔东 我知道还有多多 太好了 终于削掉一层 吓死我了 刚才我还以为冰公主答不出来呢 你们别得意 这次题目要由我来指定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不愿意我现在就把火烧到最大 笔笔东 你太坏了 小伙伴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我的地盘就我说了算 你们说天上有什么会发光 天上 那不就是太阳吗 还有月亮 我只知道星星了 哎呀 笔笔东太坏了 除了日月星 天上还有什么会发光啊 这个题目没法消除啊 小伍 放弃吧 这可是我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题目 笔笔东 你太坏了 会被天打雷劈的 雷劈 我知道了 天上还有闪电会发光 闪电 不对不对 闪电不算 凭什么不算 闪电是不是在天空上 是不是很亮 小伙伴们都知道的 真的是对的吗 你笔笔东 你看大家都说闪电发光 好吧好吧 这次算你们消除成功 太好了 就差最后一个牢笼 我们就逃出去了 你们高兴的太早了 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们逃出去的 最后一轮必须五六七先说 小伍最后说 为什么 我说的规则就是规则 不然我就算你们失败 好 你说 我们一定能回答出来 这次 你们要说出你们玩的游戏的名字 这也太多了 我还以为多难啊 我随便说一个 开心消消乐 我喜欢迷你世界 我出弹杂太队 我 我出什么游戏啊 糟了 怪不得比比东让小伍最后说 小伍不玩游戏啊 丑小伍从来不玩游戏 我就知道他答不出来 你们是没有机会逃出牢笼了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比比东 你又被换了 快接表情包姐姐了 太好了 我们都接到表情包了 快去找老师换姐姐照顾我们吧 老师 我们来换表情包姐姐了 老师 这是我的表情包 小雪 你的是愤怒表情 小雪妹妹 我是你的愤怒姐姐比比东 以后我会照顾你的 太好了 我有姐姐了 老师 该我了 小伍 你的是迷糊表情 小伍妹妹 我是你的迷糊姐姐冰公主 以后咱们好好相处吧 好的 姐姐 老师 这是我的表情包 小强 你的是胆小表情 小强 我是胆小姐姐王墨 以后你要保护我哦 我 我知道了 姐姐 姐姐 我饿了 快去做饭吧 你命令谁呢 我不会做饭 那我去做饭 你帮我洗衣服吧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不会洗衣服 那你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呢 你也太笨了 你竟然敢骂我笨 欠揍 现在快去给我做饭洗衣服 笨诺姐姐 我不喜欢你 小伍 快来吃饭吧 谢谢姐姐 咦 怎么吃起来 感觉像青草啊 哎呀 你刚吃的是 我要喂兔子的青草 这盘才是给你的 呸呸呸 好闲啊 啊 糟了 姐姐做菜的时候 把所有的盐都倒进去了 迷糊姐姐 这也太难吃了 来 小伍 快喝点水 束束口 哎呀 姐姐不是故意的 迷糊姐姐 你做事也太马虎了 你 你还是不要照顾我了 我去换衣服 胆小姐姐 我饿了 咱们去厨房做饭吧 不要 小强 点火很危险 我不要去厨房 那我去做饭 你在这等等我 不要 小强 我一个人害怕 你也不能去厨房 可是我真的好饿 王墨姐姐 你也太胆小了 小强 你 你讨厌姐姐 姐姐 姐姐你别哭了 我饿着在这陪你还不行吗 姐姐就欺负我 我再也不想要姐姐了 我也是 前面在接担仔哥哥 哥哥一定比姐姐好 好 咱们快去接哥哥 太棒了 我的是厨师弹仔 我的是活力成弹仔 我的是医生弹仔 老师 这次我们换弹仔哥哥 好 那还是从小雪开始吧 我的是厨师弹仔 小雪 我是你的厨师哥哥 我可以给你做所有的美食 太好了 哥哥比姐姐好多了 这是我的活力成弹仔 小五 我是你的活力哥哥 我可以每天陪你 唱歌跳舞玩游戏 哇 终于有人陪我了 我的是医生弹仔 小强 我是你的医生哥哥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太好了 我也有哥哥照顾了 小雪 快来吃饭吧 哇 烧鸡 糖醋鲤鱼 油闷大侠 厨师哥哥你好厉害啊 做的都是我最喜欢吃的 小雪 你快吃吧 哥哥锅里还做着红烧肉呢 哥哥要把所有好吃的都做给你吃 厨师哥哥你太好了 小五妹妹 咱们一起唱歌玩吧 好啊 我喜欢唱歌 哥哥先给你唱首珠神诀 然后你给哥哥唱 人之久久分火 如他死前沉默 可聪明 又能爱却如何 哎呀 小强 你是不是生病了 医生哥哥 我好像有点感冒了 小强 你躺好了 哥哥去给你拿药 一会儿哥哥再给你煮点粥 你要好好休息 医生哥哥 你真的太好了 我是你哥哥 照顾你是应该的 哥哥这就去给你拿药 妹妹 这个猪蹄是哥哥特意为你做的 快吃了吧 哥哥 我吃饱了 真的吃不下了 不行 这可是哥哥精心准备的 不能浪费 必须吃了 锅里还有烤羊排螺蛇粉了 快点吃 哥哥 我们歇一会儿吧 我嗓子都唱哑了 那我们去跑步吧 生命在于运动 可是我累了 我想睡觉休息 不行 生前何必久睡 死后自会长眠 咱们锻炼 七天七夜再睡觉 医生哥哥 我感冒已经好了 可以起来了吧 不行 感冒了身体虚弱 你要好好休息 可是我都躺两天了 我真的躺不下去了 那也不行 你必须休息 对了 再盖层被子 要注意保暖 不能着凉 老师 我们再也不要哥哥了 为什么呀 你们之前不喜欢姐姐 现在又讨厌哥哥 老师 我哥哥一直逼着我吃东西 我都吃成了 我哥哥不让我睡觉 就让我唱歌锻炼 你看我的黑眼圈 我哥哥正好相反 他就让我在床上睡觉 总怕我出去感冒 我这几天就跟坐牢一样 我不要哥哥照顾了 是啊 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 再也不准往别人照顾我们了 请选择你的新名字 我选一号 四号 我的新名字肯定很好听 我选七九八号 拜托 一定要是个好听的名字 我选六号和三号 我选 你没得选了 只剩下二号和十号 这就是你的新名字 那好吧 新名字选择完毕 大家都把眼罩摘下来吧 什么 我叫怪名 不要啊 我的名字是 头怪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我叫贝林 这都什么呀 真是难听死了 我叫小小五 这不是女生的名字吗 我才不要 好了 名字一旦选定 就不可以再更改了 现在我根据名字 给大家重新分班 分班精灵 开始分班 哎哟 天呐 小小五 你的名字也太可爱了吧 我宣布你要被分到可爱班去 什么 小小五 快穿上你的可爱衣服吧 这也太难看了吧 妖极老师 你们班是不是有个叫头怪的学生 他在哪呢 我 我在 头怪 你快给我去怪兽班 怪兽班的贝林亚大人还在等着你呢 这么可怕 我不要去 不行 你名字里面有个怪兽的怪字 你必须要去 我就不去 大胆 快给我走 好了 孩子们 我们继续分班 下一个 哦 贝林 你肯定很喜欢背书 就背书班上课吧 你叫二鸣 好奇怪的名字 那你去星星班上课吧 分好了 大家都到各自的班级去上课吧 贝林 给我把一千本课本背完 什么 我背不完 背不完 就给我把书抄一万遍 自己选 我不想背 也不相信 二鸣 该吃香蕉了 再来 大猩猩 你怎么往我头上丢成蕉皮啊 这是我们星星乐园最高的礼仪啊 早知道就不坏了 这是什么破名字啊 哦哦哦 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给自己打扮的更可爱 够了 什么可爱班 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一个男孩子怎么能穿女孩子的裙子 还带蝴蝶结呢 哎呀 美人鱼追上来了 我变成珊瑚 我 我变成兔子 小五 你也太笨了 我们在大海里 大海里哪来的兔子 你快换成别的东西 那好吧 我想想 我变成海豚吧 我变成贝壳 比比东 你的贝壳 怎么还带皇冠啊 糟了 把皇冠忘了 我扔 你们别跑 我一定抓住你们这些坏蛋 糟了糟了 美人鱼马上就到了 我 我 我变成什么呢 海洋中 什么最不明显呢 有了 我变成鱼 不行不行 鱼还是明显 被美人鱼抓到 就惨了 对了 鱼会土泡泡 我变成泡泡更安全 可恶 到底是谁把我漂亮的鱼尾弄脏了 咦 这里有人类的皇冠 一定有人类藏在这里 糟了 比比东的皇冠被限制了 咦 好漂亮的海豚 抓回去陪我玩吧 不要啊 咦 小五 你怎么藏在这里 是不是你弄脏了我的鱼尾 不 不是我 美人鱼姐姐 你误会我了 我只是喜欢大海 来大海玩的 你撒谎 那你手里拿的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弄黑了我的鱼尾 美人鱼姐姐 这是黑色的垃圾袋 我看大海里有好多垃圾 就特地用垃圾袋 把垃圾都捡走了 不信你看 真的是垃圾 小五你太善良了 竟然帮助我们海洋清理垃圾 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的 美人鱼姐姐 那我继续在大海里玩了 小五不戴皇冠 一定还有别人藏在这里 咦 为什么小五变得海豚都走了 这个泡泡还在这 这个泡泡有问题 快出来 不然我就用魔法把你永远变成泡泡 不要啊 我不想永远当泡泡 五六七 原来是你 你最淘气了 就是你把我的鱼尾弄脏的 美人鱼姐姐 真的不是我 海狡辩 你看你手上的染料 就是你弄的 我要惩罚你 等等 美人鱼姐姐 我的染料 是在给我们小鸡岛的渔船底部 刷漆用的 而且你看 我的染料 是黄色的 根本不是你身上的黑色 真的不是我 好吧 看来是我错怪你了 那你在海底干活有看到谁去了我的人鱼宫吗 我看到小强去人鱼宫了 一定是他弄的 五六七 我不就是没给你珍珠吗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糟了 我怎么说话了 别藏了 小强 珊瑚怎么可能说话 再不出来 我就让鲨鱼过来咬珊瑚了 不要啊 美人鱼姐姐 五六七就是故意冤枉我 小强 我哪冤枉你了 明明你去人鱼宫了 美人鱼姐姐 我是去人鱼宫了 可是我是去帮助小伙伴们找珍珠的 我真的没有弄脏你的鱼尾 你看这是珍珠 也许就是你找珍珠的时候 不小心弄脏美人鱼姐姐的鱼尾呢 我和小丑鱼一起去的 他可以为我作证 小丑鱼 你来一下 有什么事 美人鱼姐姐 小丑鱼 你看到小强去人鱼宫了吗 美人鱼姐姐 我看到了 小强找到珍珠就离开了 看来真的不是小强 我冤枉你了 这些珍珠就送给你和你的小伙伴们吧 谢谢美人鱼姐姐 小强你等等 我和你做朋友给我一颗珍珠吧 他们都不是 那会是谁把我的鱼尾弄脏的呢 好奇怪啊 没想到吧 就是我弄的 谁让他的人鱼宫比我的武魂殿还漂亮 美人鱼太笨了 我就在他眼前他都找不到我 你们谁都不许告诉美人鱼我变成了贝壳 真见没有 不然我就收拾你们 我要给小五补充能量 我也要给小五补充能量 我也要给小五 哎呀 怎么回事 我再来 三哥 你不能给我补充能量 你只能给比比东补充能量 为什么呀小五 三哥 因为只有算是等于十的才可以给我补充能量 十三的是一加九等于十 融融的是五加五等于十 可是我头上的三加六等于十啊 为什么不能给你补充能量 哈哈 唐三三加六等于九 等于九的要把能量补充给我 哼 比比东你想的美 我才不会把能量补充给你的 我要给小五补充能量 三哥 只要你能说出一个等于十的算式 就可以给我补充能量了 等于十的算式还有哪些呢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谁也不能告诉唐三 啊 我知道了 四加六等于十 哈哈 我可以给小五补充能量了 我的能量马上就要全部恢复了 比比东 等我能量恢复了就可以带大家回到童话王国了 谁来帮我补充补充能量呀 不然小五他们就要逃离黑暗王国了 比比东 我们来给你补充能量了 我头上的是四加五等于九 我的头上是二加七等于九 我们来给你补充能量 小五你看 我已经有能量了 我的能量都百分之九十了 而你才百分之六十 你等着瞧吧 肯定会有人帮我补充能量的 还有我呢 妈妈 我来帮你补充能量 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补充能量呀 小东东 你头上的算式是三加五等于八 不等于九呀 原来是这样 这好办 我把它换成十减一 现在等于九了吧 可以给你补充能量了 小五 看来你要输了 等我恢复能量 我就把你们消灭掉 比比东 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小伙伴们还没有给我补充能量呢 只要小伙伴们能输出等于十的算式 我就可以有强大的能量来打败你了 小伙伴们才不会帮你呢 他们会帮我恢复能量 五六七 选择比比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五六七 我的礼物酸酸甜甜的 可好吃了 五六七 别听小五的 他的礼物太小了 我的礼物可大多了 真的吗 我喜欢大大的礼物 老师 我选比比东的礼物 哎呀 怎么是石头啊 我送的石头不够大嘛 我可以给你换更大的石头 算了算了 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比比东得到一朵红丝 我来选礼物了 蓉蓉 选比比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蓉蓉 你是我的好闺蜜 我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的毛蓉蓉的礼物 蓉蓉 小五哪有什么好礼物 我给你准备的也是毛蓉蓉的 我可比小五的礼物更能吸引人的目光 真的啊 我是女孩子 哪个礼物更适合我呢 我想想 咦 怎么小伙伴们都说小五的礼物好 那我听小伙伴们的 我选小五的礼物 哇 好可爱的布娃娃 谢谢小五 笛 笛笛东 你太坏了 竟然要送我大蜘蛛 怎么了 我送的礼物也是毛蓉蓉的 是不是更吸引人的目光 还好我没选你 不然会被吓到的 谢谢小伙伴们提醒我 小五得到一朵红丝 老师 小伙伴们帮助小五作弊 这朵小红花应该是我的 笛笛东 小伙伴们的帮助是规则准许的 你也可以让小伙伴们帮助你啊 谁在帮助小五我就说是谁 我来选礼物了 小强 选笛笛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小强 我的礼物是你每天都要用到的 小强 你每天都用到的一定是你有的东西 小五一点都不成心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可是你没有的东西 真的 太好了 我一直想要游戏机 爸爸就是不给我买 难道笛笛东的礼物是游戏机 老师 我选笛笛东 哎呀 好气人 笛笛东你怎么送我假发啊 怎么了 我看你没头发 光秃秃的太难看了 送你假发还不开心呢 我又不是不长头发 只是我喜欢光头 太生气了 还不如学小五的新书包呢 笛笛东 得到一朵红丝 小五 我两朵红花了 你还是放弃吧 肯定是我当班长了 笛笛东 你总用语言欺骗大家 大家以后都不会相信你了 我怎么骗人了 小五你别冤枉我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老师 我来选择礼物了 冰公主 选择笛笛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冰公主 我的礼物是每个女孩的梦想 它能让你更漂亮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冰公主 我觉得你已经够漂亮的了 本来到哪里就都是焦点 小五的礼物没啥用 我送你的礼物可以让你更聪明 更有气质 才能得到老师的夸奖 相对于美丽 我更想得到老师的夸奖 我选笛笛东的礼物 啊 怎么这么多作业啊 冰公主 这可是我攒了好久没写的作业 你就帮我写了吧 笛笛东 你太过分了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太好了老师 快给我小红花 我马上就是班长了 给小五一朵小红花 老师 你给错了 冰公主选了我的礼物 笛笛东 你竟然不写作业 作为惩罚 这朵小红花给小五了 当然 早知道才不如送冰公主游戏机呢 最后一票 我一定又得到 老师 我来选择礼物了 杭三 选择笛笛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三哥 我送你的礼物 可以帮助你打怪兽 成为小伙伴们多喜爱的大英雄 杭三 我给你准备的也是能打怪兽的礼物 而且是小伙伴们都喜欢的打怪兽的礼物 小五送给我的应该是我擅长的武器 可是笔笛东送我的是什么 小伙伴们都喜欢的打怪兽的东西 会是什么呢 杭三 你的选择会决定他俩随时班长 你要好好选择 好纠结啊 小伙伴们你们喜欢他们谁的礼物 我就选择你们喜欢的礼物吧 全都看向我 把超能力书包给我拿出来 老师 昨天你刚给我们发的高科技书包 不会要收回吧 放心 我只是要检查你们的书包 老师先别检查了 书包里面除了书 还能有什么呀 有人举报说你们的书包里有学习无关的物 不拿出来也没关系 大家一起罚站吧 别别别 老师我的书包里没有与学习无关的物品 你还是检查其他人的吧 哼 我就要检查你的 拿来吧 你里面竟然是泡面 薯片 面包各种容食 哼 五六七 你是来学校当便利店老板的吗 真会赚钱 嘿嘿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哼 下次再带零食就别吃饭了 居然还有白雪公主和玩偶化妆盒 五六七 你还有这种爱好 真是意外收获 比比东你管不着 再说了很多男生小朋友也喜欢白雪公主 天哪有只有我们女生才会喜欢 懒得理你 男生喜欢白雪公主的多的是 五六七 你再敢带这些东西 我就把你的情况告诉你家长 不要啊 接下来唐三该你了 老师 我的书包里都是有用的 绝对没有零食和玩具 我倒看看是什么有用的 不要啊 里面有温度圣诞巧克力日历 帐篷 被子 枕头 蚊香 唐三 你这是想离家出走还是荒野求生 这这只是为了方便随时睡觉而已 你怎么不装床 床太大装不下 我不管现在就去把床给我装进书包 装不下的话三天不许睡觉 我知道错了 老师快检查我的吧 我的书包里只有作业 不错 看起来也只有比比东让我放心了 确实只有作业本 比比东真是好孩子 老师你打开看一下 就知道比比东有多好了 我看看 记筹小本本 小五 反弹 唐三 反弹 五六七 反弹 比比东 反弹 小桃无比老师 什么 我的名字怎么叫小桃无比了 因为我们都会反弹过吧 真是气死我了 现在给我考试 反弹 你们怎么回事 反弹给我干嘛 嘿嘿 反弹给你 我们就不用考试了呀 出去玩去咯 这群小屁还太烦了 不行 我也要拥有反弹魔法 小天使 我也要拥有反弹魔法 好的小桃无比老师 书精灵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快把反弹魔法给我 那行吧 给你 好了 现在我也有了反弹魔法 我要把这四个字反弹回去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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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 嘿嘿 反弹 你们 你们干嘛不要你们的名字 老师 因为我们头上已经有名字了 那也不行 这些都是你们名字里的字 现在全部还给你们 我反弹 我们不要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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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累呀 我不反弹了 老师 我反弹 小桃无比老师太难听了 哪有人的名字是四个字的 我喜欢三个字 而且也没有人是姓小的 我要把小字反弹给别人 以后我就叫唐无比老师好了 小桃无比老师 这是你的新名字吗 大师 你这名字也太短了 我送你一个小字吧 反弹 好了 这下你的名字就好听了 你叫小大师 你干嘛 我才不要 反弹 我也不要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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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嘛呢 反弹反弹反弹 哇 我的头好重啊 你们给我站住 大师 舒精灵 你们俩的名字呢 名字 不是在我头上的吗 还是四个字呢 小天使 舒精灵老是把他的名字反弹给我 太讨厌了 可是 你们头上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 那我们的名字去买了 在这里 你们反弹到我头上了 快把你们的名字拿走 压得我喘不过气了 那我把我的大师两个字拿走 嗯 这里没有我的名字 嗯 怎么还是很重啊 因为你现在的名字叫 小桃无比亲人选 什么 怎么还有这么多字 舒精灵 你给我回来 哎呀 反弹魔法让斗罗大陆乱糟糟的 喝白开水 还是喝西瓜去 我喝白开水 好的 不行 不能喝白开水 为什么不能喝白开水呀 小魔女你想想 白开水什么味道都没有 哪有甜甜的西瓜汁好喝 你还是喝西瓜汁吧 对呀 西瓜汁好喝一些 算了我不喝白开水了 我喝西瓜汁 太好了 有人喝我 我就能快速升级了 西瓜汁真好喝 送你一颗小红心 耶 我升级成了可乐 这下大家肯定更喜欢喝我了 小五 这次你肯定为我受欢迎了 我一定会赢你 我 我也好想被喝啊 我来喝东西了 你要喝白开水还是喝可乐 可乐 我喜欢可乐 嘿嘿太好了 又有人选我了 谁说我要选你的 我选白开水 我要喝白开水 唐三 你不是说喜欢喝可乐吗 是啊 我是喜欢喝可乐 不过妈妈说了 可乐不能多喝 多喝水才对身体好 所以我喝白开水 小五 我给你一颗小红心 谢谢三哥 我升级成牛奶了 哼 你升级成了牛奶也没用 还是没有可乐好喝 不错 可乐是最好喝的水 我说的 我要喝可乐 阿琪 你真有眼光 可乐给你 可乐真好喝 比比东 送你一颗小红心 哇塞 我又升级了 现在我变成了奶茶 怎么回事 怎么你变成了奶茶 我只喜欢可乐 不喜欢奶茶 不行我要给你加点可乐 这下好了 可乐奶茶大家应该会喜欢 咦 可乐味的奶茶 我还没喝过呢 让我尝尝 呸呸呸 太难喝了 这是什么味道啊 比比东老大 这次我不能给你小红心了 我要给你小黑心 怎么回事 我怎么变成了臭豆腐汽水 啊真臭啊 我我要晕了 不好 狐烈那被你臭晕了 得他喝点牛奶 小五 谢谢你就醒我 我给你一颗小红心 太好了 我升级成了酸奶 更好喝了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喝酸奶 这下选我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 不会的 大家不会选你的 他们都会选我 我才是最好喝的 哼 比比东 你现在变成了臭豆腐汽水 臭烘烘的 谁会选你啊 我不信 我可是斗罗大陆人气最高的 一定会有小朋友选我的 那就让我来问问伙伴们 你们到底会选谁呢 快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今天我要检查你们的橡皮 你们快把橡皮拿出来让我看看 好 奥特之王老师 格力乔 你橡皮上怎么画了这么多个火柴人呢 你是不是上课的时候没认真听 再画火柴人 不是这样的 奥特之王老师 我上课的时候可是都有认真上课的呢 这些火柴人是我放假的时候画的 原来不是在课堂上画的 那就不惩罚你了 但是格力乔你后要爱惜文具 不可以乱写乱画 奥特之王老师 我记住了 好了 你先进去吧 贝利亚到你了 给你老师 贝利亚你的橡皮怎么缺了这么大一块的 还有个洞 奥特之王老师是这样的 橡皮上的洞是我写作文石梅林岸了 一着急就用圆珠笔戳出了一个洞 那缺的这么一大块呢 那是因为昨天我在做作业有一道数学题 它的题目是三加十等于多少 我算不出来 我 我 我一着急就把橡皮咬了一口 贝利亚你这么做不是写作业 而是折腾橡皮 这是不对的 要爱惜文具 好的奥特之王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会好好爱护我的文具的 嘿嘿嘿 都别动 我托雷基亚又来吃表情糞了 让我看看 我就吃这个表情包吧 看我的 喵喵喵 真好吃 嘿嘿嘿 这个表情包已经被我吃掉了 现在所有人都没有这个表情包了 嘿嘿嘿 我先走咯 好了 那贝利亚你也进去吧 好的 嘿嘿嘿 我偷偷给后面的赛罗 和小五的橡皮上面画了很多东西 等一下他们俩肯定就会被奥特之王老师批评了 小伙伴们可千万别告诉奥特之王哦 嘿嘿嘿嘿 那我先进去咯 小五到你了 哎呀 小五为什么要在橡皮上面骂我 啊 奥特之王老师 这 这这不是我写的 哼 在你的橡皮上 不是你写的 还会有谁 真的不是我写的 老师 如果这是我写的 你刚才检查之前 我就擦掉了 肯定不会留着它 让你看到了批评我的呢 嗯 有道理 那小五你也先进教室去吧 我会调查清楚的 橡皮留在这 等我调查清楚再给你 小赛罗到你了 嗯 小赛罗 你的橡皮 让我想想 嗯 小赛罗 你的橡皮上面为什么会有考试的答案 奥王老师 我也不知道 这些都不是我画上去的 嗯 小赛罗老师相信呢 你从来不会说谎 奇怪了 小赛罗和小五的橡皮到底是谁画的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现在你们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数字 谁都不许偷看自己头上的数字 你们轮流向别人提出问题 说出自己头上的数字的人被淘汰 现在游戏开始 哈哈哈哈 我五六七玩这个游戏可厉害了 上次堂三都输给我了 五六七淘汰 哎呀 为什么我被淘汰了呀 我都还没问问题呢 也没说数字呀 五六七 你头上的数字是三 刚才你说了堂三 当然被淘汰了 前任雪淘汰 哈哈哈哈 前任雪 你淘汰的原因跟我一样 你头上是数字七 刚才你说了我的名字五六七 小五 比比东 你们要小心说话了 看看你们哪个先被淘汰 小五三加三等于几 请回答 三加三等于六 顿 我知道了 我头上的数字是六 我可不能说六 比比东 三加三等于五加一 妈呀 小五竟然没上当 我可要小心回答他的问题了 闻到我提问了 比比东 一加二等于几 小五在学我吧 一加二等于三 那我头上的数字就是三 我才没那么被说三呢 哈哈哈哈 一加二等于二加一呀 怎么样 我可没上当 比比东淘汰 小五获胜 为什么呀 我又没有说数字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比东 选择一个伙伴 让他掀开带头吧 我选二号伙伴 嘿嘿 我是二号伙伴蚊子阿七 送给你一只大蚊子 不好 我被蚊子吸走了一滴血量 只剩下四滴血了 比比东 你可要当心了 血量清零你就输了 输了游戏 就得接受我的惩罚 嗯 什么惩罚 倒立一小时 我才不要倒立 赶紧继续游戏吧 那你继续选伙伴吧 也不知道除了蚊子伙伴 还有什么伙伴 让我选一号试试 老大 你还是选错了 我也是蚊子伙伴 这只蚊子给你 哎呀 我又被蚊子咬了一口 血量更低了 比比东 你还剩下三滴血 赶紧选伙伴吧 我都等不及要惩罚你了 蚊子真多啊 我不能再这样被咬下去了 一号二号都是蚊子伙伴 那这次我选三号 太好了 三号小五湖是蚊子伙伴 这次我应该选对了吧 恭喜你比比东 这次你选到的是蜻蜓伙伴 他能帮你消灭一只蚊子 抽呀 蜻蜓伙伴吃掉你面前的蚊子 哇塞 蜻蜓伙伴好厉害 不光消灭了一只蚊子 我的血量也增加了 比比东 只剩下最后一只蚊子了 如果你能消灭它 我就送你一个蛋仔玩具 太好了 我一定能消灭它 这次我还选小五 不行 不能连续选同一个伙伴 必须隔一轮才行 哦 这样啊 那我选四号吧 比比东 我是你的蚊子伙伴 送你一盘蚊香 托雷基亚 蚊香有什么用啊 蚊香能熏走蚊子 让你免疫一次蚊子的攻击 这样啊 那也挺不错的 好了 这次我选小五 比比东 这次我是你的蚊子伙伴 怎么回事 小五不是蜻蜓伙伴吗 怎么变成蚊子伙伴了 因为每次的伙伴 都是随机的呀 居然是这样 这只蚊子送给你 还好我的蚊香 抵消掉了蚊子 好了比比东 赶紧选吧 我的蚊香已经消耗掉了 希望这次不要选到蚊子伙伴 我选一号 娜娜你是什么伙伴呀 怎么有这么多蚊子 嘿嘿 我是超级蚊子大王 比比东老大 这三只蚊子送给你 完了完了 我被蚊子围住了 只剩下最后一滴血了 比比东 再选中蚊子伙伴 你就要做到令 赶紧选吧 不行 我今天运气不好 让我来问问伙伴们 你们说我应该选哪一个呀 我听大家的 再选一次小五 哇塞 小五居然有这么多蜻蜓 比比东 我是蜻蜓女王 我这里有三只蜻蜓 太好了小五 快让蜻蜓吃掉这些蚊子吧 蜻蜓们快去消灭蚊子吧 哇塞 我增加了三格血量 蚊子也只剩一只了 小五我太爱你了 比比东 赶紧选吧 这是最后一次选择机会了 那我选堂三吧 咦 这是什么伙伴 我怎么没见过 他到底能不能消灭蚊子呀 比比东 要是你猜出他是什么伙伴 就算你赢了 我就把弹仔玩具奖励给你 要是没猜出来 就算你输了 那你就乖乖做到力吧 可是我不认识呀 这怎么办呢 我要去一班上课 我也要去一班上课 只有头上算是等于十的同学 才能进一班 我头上的算是五加五 五加五等于十 所以我是一班的 三加七也等于十 那我也是一班的 我们是同班同学 八加二同样等于十 看来我们都是一班的 你们肯定搞错了 刚刚我听老师说了 一般只有一个同学 只有一个 难道是我们算错了 那我们中间谁才是一班的呀 我来帮你们算算就知道了 小魔女 你头上的是五加五 五加五等于十 你就是一班的 原来我是一班的学生呀 看来我没有算错 那我就去一班上课了 可是小魔王 八加二应该也等于十才对呀 小五 你先用手指头数一数 五加五等于几吧 我肯定小魔女是一班的 好 我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五加五 的确等于十 我都说了 我不会算错的 嗯 你的算术的确很好 那我是几班的 小泰罗 我帮你算算就知道了 三加七等于 贝利亚老大告诉我 要多让几个同学去他的班级里 现在就看我怎么忽悠他们两个 小魔王 怎么你还没算出来呀 是不是你也不会算啊 当然不是啊 我已经算出来了 三加七等于九 你不是一班的学生 嗯 总感觉哪里不对 哎呀 小泰罗 我保证是对的 你要相信我 我可是数学天才 那我是几班的呀 我也不知道 你去找人问问等于九十几班的吧 好主意 小五 八加二等于十一 你也不是一班的 小魔王 我觉得你应该是算错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想想 刚刚我是不是把小泰罗和小魔女的算式都算对了 这样呀 那我去问问数字十一应该去几班 小泰罗 你说我们应该去问谁呀 小五 小泰罗 马上上课了 你们怎么还不进教室 可是贝利亚 我们不知道是几班的呀 那我来帮你们算算吧 小泰罗你的算式是三加七等于九 你是我们二班的 原来我是二班的呀 那我先去上课了 小五 你的算式是八加二等于十一 十一是几班的呢 哎呀 我忘记了 那怎么办 小五 这样吧 反正已经上课了 你也找不到教室 不如你先去我们二班上课吧 大家快给小五公主打扮 嗯 我们男生队打扮的公主一定比女生队漂亮 是啊是啊 不过先打扮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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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男生到底会不会打扮啊 当然是头发 头饰 衣服和鞋子 哦 小五 谢谢你当我们的模特 我们这就去找这些东西 我们回来了 我给小五找了一个黑色的长辫子 不要不要 还是我弄的金色长发好看 嗯 金色的确实更特别点 五六七 你们快把头发还给我 啊 冰公主 你跑到我们男生队干什么 哼 我给小雪买的假发 怎么在小五头上 快把头发还给我 啊 原来这是你的啊 对不起 我看见这个头发挂在外边很好看 就借来用用 这就还给你 哼 你们男生队根本就不会打扮 就等着认输吧 神气什么 我觉得刚才的黑色头发更好 好吧 那就给小五戴黑色的头发 小五的兔耳朵应该画上颜色 我觉得红色好看 停停停 红色太艳了 还是蓝色好看 不不不 蓝色不适合小五 我觉得粉色更好看 我觉得还是红色 好了 你们别争了 我喜欢粉色 就用粉色吧 太好了 还是我眼光好 哼 那我挑的鞋一定是最好看的 五六七 你怎么给小五穿男生的鞋啊 快换上这双 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鞋 看着也太老气了 还是换我这双吧 还是这双好看 老师来了 咦 老师 你怎么不穿鞋啊 还不是因为 你们把我的鞋拿走给小五穿上了 我正找我的鞋呢 老师 原来这双最漂亮的鞋是你的 我们这就还给你 不用了 你们的眼光不错 知道老师的鞋最漂亮 这双鞋就先借给你们吧 等比赛完了 再还给我就好了 太好了 谢谢老师 你们继续 老师去女生队那边看看 接下来是公主群 公主群一定是我选的好 我给小五找的公主群可漂亮了 嗯 是很好看 太过分了 你们谁把我给小雪新买的公主群拿走了 还给我 小强 小强 这不是你买的吗 不 不是的 我不好意思去买女生衣服 正好阳台晾着一套公主群 我就借回来用用 对不起 比比东 这就还给你 这次就算了 这次就算了 不过你们还是放弃吧 什么都没准备 这次比赛你们一定输了 谁说的 我让妈妈帮我买了好几套公主群呢 我这就给小五换上 那你们慢慢换 我回去打扮小雪了 先穿这套看看 这套颜色太淡了 这套样式不好看 这套太夸张了 还有最后一套公主群 如果还不行 我就没办法了 嗯 这套很好看 我也觉得这套好看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还给小五准备了一些装饰 我给他都带上 这个蝴蝶结不好看 还是带我的吧 嗯 这下就好看了 对了 我还给小五带了条尾巴 嗯 五六七 我才不要带尾巴 是啊 公主怎么能有尾巴 五六七你就胡闹 我觉得还是带白色的翅膀 可是公主为什么要带翅膀啊 天使公主嘛 这是我们公主的特色 一定比女生队的公主漂亮 也不知道女生队 那边打扮的怎么样 我去偷偷看看 哇 比比东你给小雪准备的公主群 真好看 那是 不过差点就被男生队给偷走了 我给小雪准备的头发 也被他们拿走了 他们根本就不会化妆 也不知道小五怎么想的要帮他们 是啊 等他们输了就要打扫一个月的卫生了 别说他们了 快看看还要给小雪带些什么装饰 给小雪带个皇冠吧 这样才是公主吗 这个皇冠太小气了 还是带这个吧 这个皇冠可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我一直都没舍得带 嗯 好漂亮的皇冠 冰公主你爸爸的眼光真好 小雪公主好漂亮 我们赢定了 你们高兴太早了 我们的公主可是特别的公主 比你们的公主漂亮 吹牛 不过我刚看到唐三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翅膀 咱们是不是也给小雪带上 不用不用 我早就给小雪准备了美人鱼云尾 美人鱼可是最美丽的海洋公主 哇 太好看了 我们快去找老师评选吧 老师老师 你看我们谁的公主最漂亮 你们的公主都很漂亮 老师 我们可是天使公主 我们的公主最特别了 我们的公主还是最美丽的美人鱼公主呢 老师 我们男生队的公主最好看了 快让女生队去打扫卫生吧 你胡说 你们的公主最难看 你们才要去打扫卫生呢 哎呀 好纠结呀 到底哪个队的公主好看 哪个队去打扫卫生呢 还是交给小伙伴们来做裁判吧 大家快穿红衣服 我是男孩子才不要穿红衣服 我是男孩子 我喜欢红衣服 我穿 要穿你穿 反正我不穿 哪有男孩子喜欢穿红衣服的 哼 有好多男孩子都喜欢穿红衣服 大家说是吧 嗯 好了别吵了 小五 我们为什么要穿红色衣服呀 来不及解释了 你们快穿上 我就不穿 我脱 小红帽 你别躲了 快出来和外婆回家了 嗯 哎呀 这不是大师吗 五六七别说话 怎么有四个小红帽 我知道了 我穿红衣服的才是小红帽 给我消失吧 小五 大师为什么要带走五六七啊 他已经不是大师了 大师中了比比东的黑暗魔法 现在是男外婆会吃掉我们的 哎呀 我还有很多零食没吃 我不想被男外婆吃掉 小花仙一定有办法 我们快去找他 小花仙在做解药 我们一定要拖住大师 等小花仙来救我们 小五快看 天空是绿色啊 是男外婆来了 大家快戴上绿帽子 小红巨 你快戴上绿帽子呀 我不想戴绿帽子 你给我换个颜色 哎呀 不行 天空的颜色是男外婆的信号 颜色不对就会被他抓走的 我不要被吃掉 我戴 小蓝帽你在哪呀 别躲着外婆了 原来你在这样 快和外婆回家吧 我不是 我戴的是绿帽子 小孩子 你怎么能戴错帽子撇外婆呢 你头上明明是蓝帽子 你这个坏的 我不要跟你走 不想走可以 黑暗魔法 快住手 啊 我的帽子 你竟敢脱掉帽子 我要惩罚你 我是小五 我不是小蓝帽 你不能伤害我们 这是狼外婆的世界 这里我最厉害 谁都救不了你了 狼外婆住手 花仙魔法 时间刚刚好 幸好赶上了 大师你没事吧 呃 谢谢孩子们 都是比比东 对我施了黑魔法 让我变成了狼外婆 对我来说 我来说 你做什么事 你应该不会有空